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会叫做牙牙 它的鼻尖上落着一只漂亮的花蝴蝶 小狗牙牙满心满眼的看着美丽的蝴蝶 它们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狗牙牙找蝴蝶 这个草可不是一般的草 读了故事我们就知道了 春天里 花儿开 小狗牙牙上山来 花儿红 草儿绿 蜜蜂飞来又飞去 小牙牙 你快看 一只蝴蝶 找你玩 春天来了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 非常美丽 小牙牙在山坡上玩耍 看到了花蝴蝶 花蝴蝶多美丽 一起玩 好开心 一起跑 一起跳 一起快乐 一起笑 这个花蝴蝶 对小牙牙特别的亲切 它一点也不害怕它 它们俩真的像朋友一样 一起玩 这里 花蝴蝶轻轻地落在了小狗牙牙的鼻子上 看上去真是太好玩了 你看小狗牙牙乐得 笑眯眯的 小牙牙起床了 不吃饭 出门了 小牙牙这么着急 连早饭都来不及吃 跑了出去 它想做什么呢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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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蝴蝶 找不到 原来 它是想去找花蝴蝶玩 可是 这一次 它没有找到花蝴蝶 它难过地哭了 小猫 你看到花蝴蝶了吗 小猫摇摇头 摆摆手 它没有看到 小兔 你看到花蝴蝶了吗 小兔子两手摊开 表示很遗憾 它也没有看到 小牙牙越来越难过了 泪水就不再停的 花蝴蝶在小牙牙的生命中 慢慢地消失不见了 牛爷爷 你看到花蝴蝶了吗 春天去 夏天来 秋天去 冬天来 花蝴蝶一去不回来 牛爷爷戴着眼镜 看起来知识很渊博 它也垂着眼睛 比较伤心 它告诉牙牙 花蝴蝶去了 不会再回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花蝴蝶一去不回来呢 小牙牙哭得眼泪更多了 倾盆而下的大雨 就像是小牙牙的心情一样 充满泪水 不哭 不哭 小牙牙 蝴蝶有了小宝宝 大树下是宝宝家 牛爷爷 不愧是牛爷爷 真的知道的很多 所以他安慰小牙牙说 虽然花蝴蝶不能回来了 但是花蝴蝶有了小宝宝 你可以去看看小宝宝呀 原来 这上面的虫卵和孵出来的小虫子就是花蝴蝶的宝宝 小宝宝 小宝宝 便知小虫吃小草 这个草是花蝴蝶最爱的食物 叫做杜恒 杜恒很矮 专门长在潮湿的地方 不会被阳光直晒 这本书里的花蝴蝶只吃杜恒的叶子 它会把卵非常整齐地产在杜恒叶子的背面 孵出来的小虫刚开始黑黑的 小虫虫 小虫虫 变个房子睡里头 睡到秋 睡到冬 春天来了 房子空 小牙牙一直守着小虫虫 小虫虫吃着叶子 后来就结成了茧子 这个茧会睡很长很长的时间 从夏睡到秋 从秋睡到冬都下雪了 小牙牙都戴上了帽子 披上了毯子 色色发抖 但是它依然坚持地守在蝴蝶的宝宝旁边 到了春天 茧子打开了 里面空了 小牙牙表示不理解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虫虫去哪了 小朋友 你看到了吗 嗯 这里 一只小蝴蝶飞出去了 不过小牙牙还没有看见 小牙牙找找找 花蝴蝶找到了 一起跑 一起跳 一起快乐 一起笑 虽然去年的花蝴蝶一去不回来 但是今年 花蝴蝶的宝宝又变成花蝴蝶了 它又可以和花蝴蝶一起玩耍了 而且 除了有这只花蝴蝶 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蝴蝶呢 小牙牙和蝴蝶的生命长短不一样 但是蝴蝶通过产卵 产生新一代的蝴蝶 一代又一代就这样繁衍下去了 这个故事讲完了 科普小知识 这本书里的花蝴蝶是中华虎凤蝶 只有我们中国有这种蝴蝶 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中华虎凤蝶在杜恒叶子的背面产卵 而且卵排得很整齐 中华虎凤蝶的幼虫 专门吃杜恒的叶子长大 我们来玩一下读后小游戏 下面的句子你会读了吗 每读对一句 就给它旁边的猩猩涂上颜色吧 花儿开了 好多蜜蜂飞来飞去 小狗牙牙找不到花蝴蝶了 牛爷爷 你是不是看到花蝴蝶了 在找蝴蝶的路上 小狗牙牙分别遇到了小猫小兔和牛爷爷 请把迷宫里表示这几种动物的字按顺序连起来 画出小牙牙找蝴蝶的路线 我们来试着找一下吧 这是牙牙 这是蝴蝶 它先是看到了小猫 找到了小兔 再找到了牛爷爷 嗯 然后牛爷爷就帮助它找到了花蝴蝶 故事开头和小狗牙牙玩的花蝴蝶 与故事最后出现的花蝴蝶 是同一只蝴蝶吗 丽纯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 有提到这一点哦 小朋友 你认为前面的花蝴蝶和后面出现的花蝴蝶 是同一只蝴蝶吗 可以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哦 这是第二集的字表 红色米兹格里为本册重点字 你都认识了吗 这是本册字卡 狗 蝴蝶 猫 美 莉 亲爱的小朋友 恭喜你 你自己读完了这本图画书 你获得了小杨上山分级读物 第二集的荣誉证书 还获得了两个大大的赞 帮助了的是jek 百年相讯一下 勇以赞 rapp